大家好,我是装修學院校長Simon 夏天經常開冷氣 大家對於冷氣其實都有很多疑問 而行內人其實都不太清楚 有很多誤解 今天就等我用快搭的方法 解答大家常見的10條冷氣問題 Pud就是BTU,一個Pud就是9000BTU 它是製冷的量度單位 簡單來說它可以運算為WogSol 即是用電量 理論上是正確的 剛才說的Pud就是BTU 即是用電量 你用電量多了1.5倍 你的電費便多了1.5倍 這樣就不正確 因為在同一個空間裏 你不用空間相對應應用的Pudso冷氣 是會用更多電的 因為冷氣機用電的隨著時間 曲線是這樣的 所以一開始會用更多的電 然後等它夠冷才下來 如果你的Pudso用得太少 你就長期處於高耗電的狀態 你就用得反而更加多電 第一就是看能源標籤 因為能源標籤就是 你用多少電制 多少冷的效率 第二就是看你變頻還是定頻 一般來說 變頻冷氣比定頻冷氣平均 可以省40%電 但是要用合適的Pudso冷氣才這樣計算 錯錯錯 很多行家都以為定頻 就是冷氣長開 變頻就是去到夠冷 其實定頻和變頻 都是會去到夠冷的時候 就會去到低運轉 但是定頻的低運轉就是這樣 懸崖式下降 然後就是懸崖式向上 就是它是一同為零 變頻式就是慢慢下降 慢慢下降 這個的慢慢下降 就令到它省到四成的冷氣費 買定頻機的時候 買回符合空間需要的Pudso 不要買多不要買少 買多了就浪費電 買少了也浪費電 變頻機就不同了 變頻機買大半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會更快去到最省電狀態 那你就不要買少 買少的話 它就會不斷地超頻運作 這樣就反而得不常失 You got it! 你終於明白了 但是是要兩部一匹機 比一部兩匹機這樣比 如果你一部一匹機的話 就在剛才那個超頻的狀態 那麼用電量就不一樣 所以最省電的方法就是拉鍊 你減低熱鍋 小了出來的冷 不會浪費了 早點去到最省電狀態 這樣就省電了 另外就是一個坊間流傳 也都正確的方法 就是較高一些冷氣的溫度 用循環風扇幫助冷風流動 令到空間在較高溫度下 都仍然保持到較低溫度的涼快感 每條高冷氣一度 就可以省下6%電了 黑的英文就是HP 所以如果你想印證 或者想繼續去研究多些 我們今天講的問題 你可以在網上搜尋 1HP VS 2HP Air Conditioner 那你就可以了解到更多資料 因為中文文章比較少 英文文章大家有多力選擇 這個快問快答系 你是不是很棒 如果有其他問題 歡迎留言問我們 如果你們多點留言 我們知道這些影片 比較受歡迎就會多點 如果想要有系統 想要學習一些關於日常生活 對我們很實用的電器知識和技巧 就可以在Description box 看看電器班的資料 這個班有電騎師傅教授 也是室內的電器全力支持的 非常之豐富和實用